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有点紧张 但是集中在这个比较让人安慰的消息就是他还是集中在一个人多的区域了 城中村人比较杂 外溢的还是偏少 所以我们还安心吧 加上物质供应啊什么到位啊都反正还好啊 没期待 张老师要好好保重啊 希望我们这个继续会被中断 不然可能要到什么方舱里面直播 没有外面想象那么紧张 放心 我们讲讲录像艺术好吧 我们没讲过录像艺术 您对这一块 录像艺术 录像又成为艺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录像艺术好像从安迪沃河开启的时候 差不多 要早一点那个白蓝准 白蓝准早就安迪沃河找啊 差不多 我觉得就是六十年代初这样子 但是很多人就说白蓝准是那个录像艺术 没有说是安迪沃河 但是安迪沃河是那个什么他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说离我记得第一次出那个离电 是延续时间好像能够延续到七八个小时是吧 他就买那个录像然后开始拍拍自己在床上买羊羊睡觉 拍那个什么帝国大厦之类的 录像艺术其实我有一个可能一个不是很 可能是不是很正确的看法 我看了不少录像艺术 我发现录像艺术有个特点 你不要从头看到我 你知道他的观念了解他的想法 但是如果那个录像艺术比如说安迪沃河打压一下睡觉 放七个小时你坐在看七个小时 你看到最后我看出什么名堂 这个就是说某种印象他可能是什么 是不是消解意义 因为因为还是以我稍微熟悉的安迪沃河 以我为例 安迪沃河他的这个录像艺术 那么究竟是天才还是白痴呢 我都说不清楚 我们说他是一个先锋的录像艺术家 我们赞压他是因为他用一种简洁的方式 干掉了所有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镜头语言 但是反过来 反过来 所有这种小龙女是研究电影出身的 反过来所有这种所谓的镜头语言切换 续事啊 续事啊 他都是慢慢累积出来 而又获得受众 当然他的结果 当然是使电影走向商业化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么如何评价这个事情呢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尤其我们谈的是录像艺术 他不是纪录片 纪录片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自从有了摄影 就有了所谓的 我们中国自己叫计时摄影 其实这个词在西方 倒不是一个专门的一个 像我们这么严重的分类的名字 Documentary Photo 其实就是一种文献式的 记录式的一种影像 一种摄影的一种文件档案归类 是吧 文件档案归类 像那个19世纪 摸的那个英国的艾莫森 他当时提倡的 他也不是Documentary Photo 他其实是Natural Photo 就是自然主义的摄影 他强调这种相机 和对象的一种某种自然关系 相对客观的一种记录方式 相对客观的关系 对了 那么呢 同时也出现了纪录片 最早纪录片跟我们加拿大 还很有关系 加拿大还是纪录片的一个 基于我所知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度 对就是一个正式被称为 纪录片的电影 那个北方的南鲁克1922年 那个就是拍的 对对对对 魁北克以北的一个北地的 那个艾斯基摩人的一个生活的记录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我看那个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记录片的时候 我睡一下他在记录片上 顺便说说今年是这个 这个记录片的100周年了 100周年了 对我认识一个策展人 他就是正在在做有关方面的策展的活动 也是他告诉我 我一想对我1922年 现在是2022年100年 对100周年了 制录片很重要 那么中国呢 这个其实 其实中国艺术界 这个85年以后的这个当代艺术 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大概也不能算是录像艺术吧 大概也算是录片吧 但是他太重要了 就是温普林 整个85年以后 到90年代中期的这个 发生在北京的重要的当代艺术 温普林都拍了纪录片 拍了现场 尤其这个1989年 中国现代艺术 在中国美术馆 只有他在现场拍的 而且那个最重要的枪击事件也是他拍的 所以温普林这些资料很重要 那么我跟温普林 有一段时间交往很弊的 其实他大概在 在90年就开始进入西藏 拍西藏的纪录片 拍的非常精彩 那是真正的纪录片 那时候拍纪录片很不容易 那么90年代到2000年 中国纪实 documentary 这一块大家主要是摄影 纪录片偏少 但是后来纪录片开始偏多 现在纪录片其实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别 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 可能还是跟那个制作成本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小龙里很了解了 原来那种包括那种录像机那种都很昂贵 还有剪辑 剪辑也很麻烦 很专业 所以在这个 Documential Photo大行其道的时候 政治纪录片 还不能太繁荣的时候 是因为对比起来 摄影还是可以掌握 一部相机一批胶卷是吧 深入那个现场 其实拍西藏片更辛苦 但是后来当纪录片的成本 越来越低 尤其编辑 我们用电脑来程序来解决编辑 以及今天的数码摄影 变得越来越普及以后 其实纪录片一直在上升 一直在上升 一直在上升 当然这是纪录片 不是影像艺术 中国其实影像艺术 如果说我们总是很容易用支付 刚刚说白兰准是支付 我看到好几个白兰准的那个 那个影像艺术 我对白兰准的基本判断是他 他既是影像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表达手段 同时他是一个综合性的 其实 对 综合性的意思是 对 我看了好几个 比如说他最早把电视机拿来作为 装饰的内容 那电视机的每个屏幕 就可能是一个 一个视觉内容是吧 对 但是他整个是个装置 我觉得白兰准 可能他做 影像艺术要比安丁沃尔更早 所以我们说他是支付也是对的吧 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把它看成是一个 影像装置支付吧 对 影像或者说这种视频或者那种活动影像 只是他的整个作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的特点 他必须在屏幕上呈现 影像艺术就像摄影一样 摄影他必须是照片 他必须变成一个照片 所以我曾经在我的讲座里面专门讲过一个内容 就是从照片到屏幕 但是影像艺术必须是屏幕 从电影的放映屏幕 到电视机是吧 对 等等 这个载体很重要 这个载体物质性完全不一样 所以白兰准 是个影像装置艺术家 为什么要说影像 是因为他必须使用 能够表达影像的载体的屏幕 所以我觉得白兰准应该更复杂 他的构成形式应该更复杂 比安妮沃更复杂 安妮沃火 我觉得安妮沃火就是聪明之志 聪明之志的结果也是 他就什么都很多都往前冲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天才是白痴 中国比较早搞影像艺术 也有人私底下称他为中国影像之父 应该是张培莉 对 张培莉很早就在做影像 这个当年的浙江美尔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先是做硬边绘画 像耿建义 张培莉早年也画硬边绘画 他有一张很著名的作品叫 今晚有爵士乐吧好像是 这个一个作品 画的是一个西斯丰的一个童馆 应变的 他后来就走向影像 其实中国有很多人做过影像艺术 比较广东西唐也做过 后来耿建义 他后来也做过 但是呢 可能比较纯粹或者比较坚持的是张培莉 一直在做这个影像艺术 影像艺术然后就开始继续分化 所谓分化的意思就是 影像我们一般理解影像艺术 它应该是以一个 第一个它是拍摄 不管你拍摄什么动作 拍摄一个无聊动作 比如说我们在张口闭口 张口闭口 我这个水泡不到冒 连续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我拍一分钟不是艺术 拍一个小时就是艺术 对 您这样说普通人就很好理解了 您这个总结的很好 我觉得 对于普通人 很多无聊动作 所以你看那种录像艺术 看一分钟就走人了 你就可能不是一个优秀的观众 你是个优秀观众 你就不看一 你必须从头看到尾 从头看到尾要冒着打瞌睡的危险 和稀里糊涂的危险 当然我们也不拍摄 有的人在这种重复当中会 体会人生哲学或者宇宙真理 我不知道